肖战工作室 肖战唱如梦之梦 肖战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 整个人就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 肖战很高兴 一边奔跑 一边呐喊 一边说着话 这一次肖战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 整个人显得格外的精神 再加上肖战在沙滩上很随意 肖战留着顺毛的头发 给人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 肖战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和大海 最让人意外的是小飞侠的回应 每次看到他的微博 他的粉丝都会对他进行各种赞美 因为他长得很帅 现在肖战三十多岁了 但是他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年轻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肖战要做一场艺术电影 不过 不光是他 小飞侠也是高手如云 在这一次的虾圈诗会发布后 他们的粉丝也加入了这个活动 粉丝们给肖战写了一首诗词 他们都很有才华 也感觉到了 他们对文学的理解 尤其是在他们看来 肖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从肖战的照片曝光后 很多人都对梦中的那片海充满了期待 毕竟肖战现在正在拍戏 肖战的表现让他们对肖春生充满了好奇 这一次 肖战的新照和肖春生的合照有了几分相似 这让所有人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肖战的情况好了 他们也就放心了 这两年 他的工作变得更多了 不过 他的工作也变得更稳了 虽然还是有不少的黑粉 不过 他的粉丝也变得聪明了很多 有了小飞侠的帮助 肖战的人气肯定会更高 当下的是肖战的 肖战的 肖战的人气肯定会更高 肖战的人气肯定会更高